秀林乡闻南村崇光部落 太鲁阁族的族人们 九成都是以务农为主 由于农业的产业道路 年久失修 影响到族人们 运送蔬果的经济产值 为了解决农民的需求 秀林乡民代表蔡培伙 闻南村长田文才等人 特别向水保局争取到经费 重新修缮新的农业道路 为了改善崇光部落农业产业道路 秀林乡民代表蔡培伙 闻南村长田文才 并且向秀林乡公所水保局 争取相关经费 来大大改善主人们的生活 日前也重新铺设 新建美业的农业产业道路 秀林乡民代表蔡培伙 和闻南村长田文才 则是相当的感谢 这边就是闻南村崇光部落 后山的一条农业道路 多年未修缮的 这次感谢我们中央 以及水保局 还有我们县湖的协助之下 让我们这个崇光这条路 由水保局来完成这条 500多米的农业道路 因为我们崇光部落是农业为主 尤其是我们的咖啡 我们的咖啡是 初期比赛都有得名的 再来就是我们目前现在是 南疆域出产的时期 就是我们乡长 以及代表村长所谓的村民的安全 就是来协助我们崇光部落的农业道路 能够修正完成 让我们村民有安全的路 以及保护他们生命财产安全 秀林下面代表蔡培伙表示 其实居住在崇光部落的主人们 九成九都是务农的 可以说是典型的高山农民 由于大家急着反映地方的需求 他和村长田文才 则是相当的积极来争取军费 同时也向修林箱公署和水保局的长官们 说明主人们的起魄性 而这次农业重新铺设了 未来将会提高农民们的经济产值 记得终于修行不到